信义玻璃公布中期业绩 公司截至今年6月30日 只6个月之总销售额 达约135.75亿港元 同比增加90.3% 公司股本权益持有人应占纯利达 53.77亿元 同比增加289% 每股基本盈利为133.4港线 董事宣派中期股息每股66.0港线 分布业绩也是全面飘红 今年上半年 辅法玻璃营业额约为96.28亿元 同比增加138.6% 汽车玻璃营业额约为25.84亿元 同比增加19.6% 建筑工程玻璃营业额约为13.62亿元 同比增加45.4% 今年上半年 辅法玻璃平均售价及销量大幅增长 带动辅法玻璃营业额大幅增长 至于下半年 其主要产品辅法玻璃的价格走势 公司管理层说 在碳达峰碳中和的推动之下 建筑物玻璃使用增多 因为上游限制新产能增加 下游需求也在增加 令到今年价格就到历史新高 以现在的供求关系 我们看好辅法玻璃的价格走势 需求趋于紧张 价格相信还会走强 他又说 虽然辅法玻璃价格可能有季节性波动 但是整体下半年的售价会多于上半年 由于下半年成本会上升 但是价格上升会覆盖成本上升 相信不会影响毛利率 其内 毛利及毛利率均创新高 毛利上升194.8%至71.99亿元 毛利率上升18.8个百分点至53.0% 瑞信予以信义玻璃维持跑赢大势评级 瑞信预期 即使原材料成本上升 公司伏法玻璃的毛利率 于下半年亦将进一步提升至62.5% 考虑到上半年业绩剩余期 该行将2021至2023年 纯利预测上调22.8%至56.6% 目标价由29元升至35元 感谢观看